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坐 请看《大臣无量寿经节》 第三百四十七名 第三百四十七名 第四行 最后一句 第四行 八 零和民 菩萨不必恼人 若晨应远 烦恼为其 不明为人 若欲晨应远时 拳打道仗 手决错他 若可骂礼 鱼如是中 心不动着 赞命为人 这是什么叫不必恼人 首先说明 假若是诚会的因缘遇到 遇到烦恼没有起来 这个诚恨的行为没有行为 有这个念头 没有行为 这个还不叫做人 这不是人生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涵养 舍佛的人讲功夫 到什么时候才实施于不必恼人呢 必须要有行动 所以下面说了 若欲晨应远时 真有行动 拳打道仗 这打起来了 手决错他 把你打到在地上 所以说拳打脚体 恶口骂你 在这种状况之下能够不动心 这家人 这个时候真的要忍 为什么呢 如果不能忍 冲突 离开起来 彼此所受的伤害都非常大 化解冲突 确确实实 最末的方法就是忍辱 你能忍 问题立开化解 我们遇到这个情形呢 怎么办 没有经过 舍不到 就要忍辱伯罗尼尔 我在这一方面 是在没修复之前 抗战胜利之后 我在南京念书 我们同一个年级 有三个班 嫁一丙三班 那是我念初中三年级 同年级不同班 我在家族 我这个同学在一组 我这个同学在一组 我们也很投影 常常在一起玩 可是我年轻的很喜欢戏弄同学 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 举行图画比赛 提目是校尽写生 到学校去画自己的校园 学校举办这个活动 我的作品呢 画的这张画的全校比赛第三名 有很多同学 都来赞叹 我给同学们说 我说你们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得第三名 我向大家问话 大家莫名其妙的 你画的好啊 我说不是我画的好 每一个同学画的内容啊 都是静态 都是画画草树木啊 这个学校建筑啊 都画这些东西 我不是的 我就画我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在写生 我就画的好 我说你们画的是植物啊 静态 我画的是动物啊 我就这么挖苦他 他听到不当不生气 所以我们没有发生冲突 在不明为人 这个同学在背后啊 都赞叹我 我常常当他面 给他那看 一年呢 一年的时间 我被他感动 我向他道歉 向他忏悔 很了不起啊 我从他身上 等于说 他用一年的时间 教会我 忍辱不乐 从此之后啊 我将带你